內蒙古在有中共黨員 因為不帶頭執行教學語言新政策被處分 兩名農牧民被罰劉黨擦汗一年 官方宣傳部的微信公眾號說 蒙古族聚居的通遼市科佐中企 20間蒙語學校有99.8%的學生 已經回學校報到上課 這個學年開始 內蒙古蒙語授課的中小學 語文 政治和歷史科 要陸續改以漢語學習 並且使用國家統一編制的教材 觸發蒙古族師生 家長反對 和連日示威 當地官方電視台 也都連日播放多條影片 為新語言政策辯護 內蒙教育廳表明 不會撤回用漢語教材的決定 內蒙教育廳表明 不會撤回用漢語教材的決定 我們說建設什麼樣的教材和教材體系 實質上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是國家的視權 中小學其他學科的課程設置是不變的 所用的教材也是不變的 那麼授課的語言文字是不變的 那麼其中的蒙古語文 包括我們還有朝鮮語文 它的課實也是不變的 所以我們說雙語教育體系並沒有改變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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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�